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颜色就浅一点 要白一点 但是家里面只有橄榄油 所以我就用橄榄油 而且橄榄油要更健康一些 把这切开了基本上都有 都有这个绿芽 就是明这个大蒜已经不那么新鲜了 新鲜的是应该是没这个芽 没这个绿芽 把它都取出来了 就是这样 你看挑了不少出来 要这个刀来挑一下就出来了 挑出来 把下面这个地也把它带出来 下面的地有点硬 它要打成粉浆状才行 好 我撑一下这个是多少 因为我撑成100克大蒜 但是我只要70克大蒜 就是大蒜和柠檬汁呢 就是加起来150克 橄榄油是300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主要是大蒜多一点 少一点 没什么关系 但是两个比例应该要差不多 那我觉得这就差不多了 大蒜 还有一点盐 放油和放柠檬汁前呢 要把它打成姜 非常细的姜 但是我不确定我这个角板就能打得这么细 到时候看怎么弄 为什么不能打得这么细呢 因为我这个数量比较少 我又不想打得太多 这个看来是打不成粉状 所以我要把它取出来 放到莲模机上面打 好 用这个莲模罐来打 好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粉状 粉浆状 好 再把它拿出来换一个换回原来的地方 好 换到这个圆锅里面 然后盖上盖子 然后现在呢 我把这个300克的橄榄油 我就装到这个矿泉水瓶子里面 然后上面戳一个小孔 因为它这个油要慢慢的流出来 这个是这样的哈 它这个一旦是开始放橄榄油 放柠檬汁 柠檬汁搅打一会儿 再放橄榄油 轮番交替 每一次不能放多 而且这橄榄油要一点一点的放 柠檬汁也是要一点一点的放 然后这个 这个机子就不能停了 这个机子就要process 就不能停止 停止就影响它的这个乳化构成 那现在呢 正好这个机器刚才打热了 现在也休息差不多了 现在就开始 好 现在再放入面子 我不敢再继续加油了 我觉得再加油 油太多了 所以现在看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它是橄榄油做的呢 它就有点发绿 偏绿 如果是 如果是葵花纸做的呢 葵花纸油做的呢 就会发白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是再放橄榄油的话 因为我是根据原配方来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配方也不一定准 所以我等一下 我会再说明你们把这个配方调整一下 已经有一点细了 再放 再放橄榄油 还有 还有这么多 还有七八十克的橄榄油 没放进去 显然它就是这个乳化 这一次做的呢 第一次做 还是不很成功 但是它已经有乳化的样子了 上一上 嗯 非常浓郁的大蒜味道 这个呢 要放一天以后再吃 放到 盛出来以后 放到盒子里面 密封着 然后放一天再吃 就会更好一些 好 正好烤了一点薯 薯嚼 来配这个大蒜酱 所以大家现在吃还有一点辛辣 要放一晚上吃 才会更好吃一些 但是今天做菜吧 做一个只是示范 让它只有这样一道东西 很浓郁的大蒜味 然后带一点橄榄的果香 橄榄油的果香 还有柠檬的香味 是一个挺好吃的 但是如果是不喜欢吃大蒜 你没办法 尼巴嫩 尼巴嫩大蒜酱 这个也可以蘸面包吃 也可以蘸树调吃 也可以做铺饼啊 什么吃都可以 这也是有一个万用酱 我还稍讲一讲 它主要是有两个注意 几个注意的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大蒜呢 就是比例 我等一下重新要 总结一下这个比例 比这个油分的300克肯定是高了 200到250克就刚好 第二个就是这个大蒜要用新鲜的 第三个就是它这个大蒜 第一步在打这个大蒜酱的时候 一定不能放油 也不能放柠檬汁 既然要把这个大蒜打融了 打成融状了以后 才加第一道的橄榄油 加50 地域到50克的橄榄油 加上去后打了一会一会的 然后再开始加一点点的加油 融换的加柳 加柠檬汁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要总结一下 希望我的这个影子呢 然后大家会做的比我还更好一点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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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